這樣香噴噴的滷肉就完成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趕快動手做吧 準備的材料有這些 將豬油煉油 加一些少許油 乏提香 倒入蒜末 爆香之後呢 用烹排倒入炒軟之後逼出香氣 再把青蔥倒進去 整個把香氣炒出來之後呢 加入少許的辣椒 起鍋備用 薑片爆香 把它煎到焦黃 把茄子漏倒進去 用中小火乾煎 讓它的四周表面都要煎到 這樣可以鎖住肉汁 裝盤備用 倒入一些冰糖 炒出醬色之後呢 等會放入滷肉中 會讓你的顏色更漂亮喔 接著呢拿出燉鍋 將剛的肉倒進去 開火準備中 倒入松菌的黑豆醬油 將雞蛋倒入 拌碗的米酒 拌碗的米酒 將剛的焦糖放進去 倒入水 淹過食材 加入松菌特製的乳包 將乳汁稍微攪拌一下 比較不會沾鍋 然後再加薩胡椒粉呢 增加香氣 剛剛爆香的蔥薑蒜 辣椒呢 大露 讓整鍋滷汁更添加香氣 蓋上鍋蓋燜煮 小火熬煮30分鐘 整碗香噴噴的滷肉就完成喔 不管是單吃 還是配飯 都是非常好的選擇喔 趕快動手做吧